實驗4、實驗3 大家好,歡迎來到故委電子線上課程 今天我們就做實驗4、實驗3 也就是把實驗1跟實驗2 結合在一起 再利用開關 去同步控制 LEV的明暗跟蜂鳴器 輸出音樂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相信大家在前兩個實作模組裡面 都已經或多或少 對我們的這個 Arduino的基本語法 LED的一個控制 然後以及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一個揚聲器的控制 有基本的一個了解 OK 那在我們實作模組3的地方 這時候我們要加入一個新的元素 就是開關 我們希望透過開關去連接我們前面兩個 實作模組的內容 然後把它整合成一個就是你可以用開關控制 然後呢有一個LED作為顯示 它的一個狀態 然後可以播放一個簡單 取調的一個這麼一個簡單簡易的影響系統 OK 好 那為了我們實作上的一個方便 我們決定呢 我們要從我們的這個一個 這是一個實作模組2的檔案 我們從實作模組2的檔案下去改 然後去改成我們這個 我們最後我們這個實作模組3的一個檔案 OK 好 那剛說到嘛 就說我們一開始 就是我們加入了一個新的元素 那就是開關 那開關呢 基本上 我們要先設定 我們要設定開關的一個接角 OK 然後呢 我們會設定 我們LED的接角 然後 然後 會是我們的 這個 我們會需要有一個變數啊 去儲存 我們的一個開關的目前的狀態 然後 預設呢 開關會是關閉的 就是你需要打開我們的音響才會啟動 OK 然後接下來就一樣 我們會希望去include這個 piece.h的這個檔案 那這邊呢 我們也不會去調補自己 好像就是我們還是需要這個曲調 OK 好這邊我們音樂的部分呢 我們都暫時不要去動它 OK 然後在setup這邊啊 在setup這邊 我們需要把這個 pin mode這邊我們先把它刪掉 OK 我們不需要這個 好 那我們首先要設定我們是一個LED pin的這個一個接角 OK 他在這邊呢 設定pin mode LED pin 然後他是output 好 然後呢 我們要設定我們這個button的一個接角 OK 好 那基本上呢 我們setup要做的事情呢 其實就這麼多而已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原本播放曲子的這個地方 我們先把它剪下來 OK 然後把它貼到 blue的這個地方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先把它放到一邊 我們先來處理 就是我們一個開關控制的部分 在開關控制這邊呢 我們先把它做一個 呃 我們要先讀取它的這個button的一個 目前的一個狀態 OK 所以我們可以抓 digital read pink center 28 些人 那if這裡呢它會有一個這個小括弧的地方 就是它的一個條件是判斷的一個地方 如果當這個條件是成立的時候 我就做這邊的事情 那如果沒有成立的時候呢 我就去做else裡面的這些事情 ok 那所以在我們這裡 我們要判斷它的一個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要啟動我們的音響呢 我們很簡單我們就用我們的ButtonState 它是否呢 是否等於 hi ok 那在ButtonState這裡啊 就是說你要注意到的是說 在程式裡面我們單一個等號呢 它是設定的意思 那兩個等號就是判斷是否相等的意思 ok 好 接下來呢如果說這件事情成立的話 如果說我們開關打開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用digital write 去把我們的LED呢給打開 ok 好 在這邊呢如果它成功做這件事情 我們同時呢我們把我們留在下面這一段 好播放的部分把它也給貼上來 ok 好 那接下來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說 呃我們這邊呢 因為我們其實在我們接線上面 我們的一個 呃 我們的一個LED跟我們的一個 呃 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開關其實是一個共拼的狀態 ok 所以呢這時候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要把它這個改成LED Pink ok 好 Nortone的地方呢也要改成LED Pink ok 好 好 那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啊 基本上 你就已經完成絕大部分的一個模組 ok 那最後呢 你只要在這邊再加上一個Digital write low就可以了 ok 就最後他基本上會做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意思啊 就是說他一開始啊 在Loop的一開始 他會先去讀取我的一個Button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如果我的開關現在是打開的呢 那麼呢我就會把我的LED亮起來 然後去播放我的這個歌曲 ok 那反過來呢 反過來說如果說我的Button現在是關的 ok 那我就會把我的LED給關掉 那我沒有寫播放歌曲這一段 他自然也就不會去播放這個歌曲嘛 對不對 ok 好那以上呢就是時速模組3的程式部分 那這是我們的LED 它的長角是正 短角是負 就要把它接到我們的麵包板上面 然後 這是我們的電阻 220歐姆的電阻 那它主要的功能是要做LED的線流 避免它因為電流過大燒掉 一隻腳跟LED正接在一起 然後另外一隻腳接 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開關 開關的話一般 這裡有個勾 那就是跨 因為它這個很寬啊 就是要把它跨在這兩個勾 中間 把它壓下去 然後 把它壓下去 再來就是我們要開始 接這個ADEMO的線 那因為它這個 這裡我需要再接一個 這個開關 它需要一個提升電阻 電位的高地來判斷說 LED 那個開關它是 現在的準位到底是按下去 還是沒有按下去 那我們就 把這個 接到這一隻腳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們要Pull High 所以要給它一個準位 那這裡 這裡有一個5伏特的電源 我們就 5伏特的電源在這裡 然後 另外 另外這一隻腳接到 然後 這個地方 這一隻腳 這樣 這樣子它就會有一個5伏特的準位 那 再來就是 這裡有一個Ground 這個Ground Ground就是接地 也就是我們的 接地就是我們的副 那接到這裡 這樣子它就有一個提升電阻的功能 那我們要監測的是 它的準位的高低 所以 在 這個PIN7 就是我們會用到PIN7 當作 Input 來偵測它的那個 準位的High Low 所以我們把這個 接到PIN7上面 然後再把PIN7 接到這一根 因為它導通的時候 是 這一根跟這一根 它是 會變成導通 所以 我們要 由這一根來 監測它的 準位的高低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們要控制 控制 LED的 當我們開關按下去的時候 我們要控制 LED的亮 亮 亮 所以 我們LED也要 給它一個電壓 那 這一根 這一排都是 負 都是Ground 所以我 我LED我也要 在 在 在 我的副角位 這裡 這根 這根 是LED的 短角 所以我 這裡也要 接在這 副角位 這裡 然後 LED 我要給它一個 電源 然後 我是 接 在 D5PIN上面 接到 D5PIN上面 然後 給它一個電源 這樣子 就 就已經 基本上就是 可以由開關來 控制它的 那個亮 那我們 會 再 控制 那個 這個 無源 蜂鳴器 那蜂鳴器的話 它這裡 有一個正 正的話 就是跟那個 這個 武福特這個 因為我們也是 要同步控制 所以 會跟 這個 PIN5的 接在一起 那 它的那個 PIN5接在一起 那它的那個 GROUND GROUND的話 它的副角 需要一個 一個 接地 所以 就把它 接過來 到這個 GROUND 這樣就是我們 實驗商的 完整的 接線方式